说到功夫电影巨星李小龙 想必大家都知道 图号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山寨李小龙电影《神威三猛龙》 本片的几位主演分别叫做 巨龙、吕小龙和赖小龙 光听这名字就够山寨了吧 一位科学家克隆了三个李小龙 非常没有创意的命名为 李小龙一号、李小龙二号和李小龙三号 这是指克隆了穿着打扮和发型 长相是没怎么克隆到位 很快一个秘密机构找到科学家 希望跟他合作 这个机构叫做SBI 注意这可不是我编的 SBI是什么 有没有见多识广的观众给科普一下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是FBI 很多电影的开头部分都有FBI警告 SBI跟科学家说你应该安排克隆李小龙去世界各地除暴安凉 科学家欣然接受 于是派出了克隆李小龙二号和三号去泰国 为什么要去泰国呢 原来泰国有个大boss找了科学家帮他研制化学药品 这个药品的功能非常强大 可以让草枯萎 这不就是除草剂吗 大boss说哈哈哈哈我可以称霸世界了 有个除草剂你就称霸世界 有了金科拉你还不统治宇宙了 还有这个科学家你研究化学的带个天真气干什么 我少读书 你不要骗我 蒜龙李小龙到了泰国也不着急除暴安凉 先公费旅游起来了 先去了水上市场 接着又逛起了海滩 海滩上又穿着比较清凉的人群 你看这个路人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穿的有多清凉了 这段和剧情也没什么关系 大家也不爱看 我就略过了 游玩过后 二号和三号再加一个造型和李小龙也类似 但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在一起 直接摧毁了大boss的地下化学实验室 大boss得知消息后十分不爽 于是通过基因改造技术 直接把人变成了铜人 但是经费有限 只改造了六个铜人 这不就是少林寺十八铜人的铜人 泰国六铜人吗 克龙李小龙找到六铜人 克龙人大战铜人 无奈铜人 刀枪不入 克龙人只能先行撤退 铜人紧追不舍 到一个村庄 双方继续展开殊死搏斗 虽然克龙李小龙武功高强 但是铜人的裸体铁布衫也并非浪得虚名 双方正在相持不下之际 克龙人也脚踢倒了铜人 铜人趴在地上就莫名其妙地开始吃草 然后就死了 What the f**k 克龙人就一人拿了一把草 再次进攻大boss的老巢 大家老说卧草卧草 就说的是这个吧 克龙人上来就给铜人喂草 铜人吃得非常享受 吃完纷纷就挂掉了 剩下大boss一个人 那当然果断领了盒饭 另边李小龙一号找到了一位黑帮老大 这位老大偷了一匹金砖 你这金砖真是板砖涂上金油漆做的呀 道具也太不造型了 这金漆该不会是刚才囤六铜人剩下的吧 一号当然也很鬼畜地干掉了老大 发现克龙人如此厉害 那个制造他们的科学家黑化了 他不知哪来的自信 觉得自己控制了三个克龙李小龙就可以控制世界 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神操作 他语音控制三个克龙人开启吃鸡模式 要求他们自相残杀直到有一个胜出为止 但是科学家的助理们还是有理性的 他们要帮助克龙人摆脱科学家的控制 由于是声控的 于是从草丛里面找出了发出声音的大喇叭 把他电线剪了 诶 声控解除了 What the f 声控就是用这二十块钱的喇叭控制的吗 三个克龙人发现科学家黑化了 于是兵分两路去找科学家算账 一号这边面对几个拿棍小弟果断来了一套棍法演示 看那几个小弟惊恐万分 然后他把棍扔了 你不用棍你耍这一套干什么 小弟们也都看傻了 这位是来秀操作的吗 而且我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问题 看他玩双结棍玩的挺溜的 但是再一看他玩的不是双结棍 只有一结呀 还有他对面中间那个小弟 不就是周行驰电影破坏之王里和金银和断水流大师兄比赛时的裁判吗 然后李小龙一号就一路打架 和主线剧情渐行渐远了 而主线这边李小龙三号企图进入科学家的实验室 结果科学家启动墙上的死光干掉了他 二号也赶到了这里 助理告诉他这是通往实验室的必经之路 但是墙上有死光 这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我们的二号根本没想走必经之路 一脚把墙踢了个洞直接进了实验室 What the fuck 你有精力在墙上做死光 能不能别用硬直板做墙了 打死你都不冤枉 最后科学家被绳之以法 电影结束了 这什么破玩意儿 本片是名副其实的动作片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总共有25场打戏 对 我就是这么无聊还数了 而且其中大部分打戏都和剧情毫无关系 而李小龙一号完全游离于主线剧情之外 让我深深的怀疑这是两部电影硬剪辑成一波的结果 本片的三位主演巨龙 吕小龙和赖小龙都是很好的李小龙模仿者 但是模仿终究只是模仿 三人在未来的影视生涯中都没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反而是与李小龙功夫电影风格完全不同的成龙 成为了李小龙之后的一代功夫巨星 本期互动话题 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谁呢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并转发本期节目 抽起幸运观众送出李小龙手办一个 祝大家好运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